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 又懷疑啦 講完原生番之後,當然還有很多舊番 還未提及過 真的很多 兩季番多,最主要是剩下的 當然還有人提及過那套《倉之比方》我們還未錄的 那套就再看看怎樣,雖然有看 接著要講那套 有人要求的 不是有人要求的,你也知道我們必定會說的 我們新番最多的那套是誰 港鐵摩利 沒理由不說最好的那套 我們接著要講那套 就是《收視奇低》 但評價極好的一套高達系列作品 就是《跳血之孤兒》 其實《收視低》這一下 是跟他的時段有關係的 還是他本身的作品 現在的人不太接受 我知道小孩子,大人都沒有問題 沒關係的,你看到近幾年 凡是機械人題材作品 通常都收視不太好 不是啊,Bill輝塔不錯 Bill輝塔真是兼卡咖日子共向 他在說機械人 現在不是機械人的主題 而是其他的因素 他的故事 還不是類似City 或者Double All 那類型 或者你最可以號召到 看下的W 他又不是走這個方向 當然更加不要提他 更加一定不會走這個 AGE 大家都知道AGE 大家都知道AGE 是小孩子不太好 大人也不受落 老實說 他之前剛剛拍完這個復國運動之後 的時候 其實他 當然中間夾著 比較重疊的就是 Bill輝塔第二季 接著就來到這一套 其實我覺得這個決定很大膽 其實拿這個主題的話 就是為什麼 套套都不好 突然間有套 以笨大來說 他沒有理由 他吃著一條水的 很明顯就是 Bill輝塔是他們的一個出路 但是他們都依然 選擇拍一套 就是我們 視為都叫做 幾正統的高達系列作品 但是如果 反過來來說 我想Bill輝塔 有另一個特點就是 他除了用一些很主要的機體 其實某程度上 我想 多了一點會有人期待 例如說 會不會有些MSV 偏向那類型的東西 可以出 就像之前說 會不會出Crossbone 暫時沒有 其實我覺得 他可以出一些 機設是走偏風一點 或者是一些舊時代的東西 當然 他怪到 一條腰沒有了 始終你說Bill輝塔 這類型的作品 他很依賴就是 歷代累積回來的機體的數量 去成就他這套作品 是可以滿足不同人的需要 我不知道是不是 兩季裏面 對他來說 那個Crossade已經耗盡了 所以 他就 必要無奈地 他都要拍一些正統的作品 因為其實很老實說 就是 Bill輝塔裏面的機體 你說 serve我們這一類型 我們看開高達的 對高達的機體的歷史 認知已經有一定程度 那麼 我們就是 一些跨世代的機體的對決 令到我們會有好感動 那麼 這些東西其實就要什麼呢 他就要 類似一套正統的作品 那麼其實就要拍出 Jam就可以了 穿越時空了 那 始終都會有用盡的一天 你不可以不停翻炒再翻炒 那這個文字田比較好 那不關字田的事 因為字田都是拿他們的東西來用的 去到我們說回鐵之孤兒 其實 那個故事 我老實說真的不是給生小孩看的 他這次的套路 是 尤其是 這個世代裡面的高達 來得聰明了很多 就是什麼呢 他不試圖放大了 主角在這個世界裡面的功用 對 對 其實很有趣的 如果你說由高達至古以來 你可以說 其實有一樣東西 其實他沒有伴侶過的 包括去到這裡 就是高達那個主角的 視點 身處的團體 或者那個艦 通常都是被人追的 永遠都是這樣的 然後如果你說去到一些 中後期的部分 如果那個是54集 來計 可能去到36集左右 就會有場大戰 你當是查布羅也好 你當是seed那些 打奧布也好 然後那隻艦 永遠就是一些 好像扭轉局勢乾坤一閘 那隻艦是主角那部機 Anyway 主角那部機是freedom 他會有這樣的意義 通常會是一個特殊戰力 或者吸引火力 其實你說這方面 他有被人追 他有個奇怪的高達 他沒有扭轉過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 他有沒有真的好被正規軍追 有的 你可以說 但是那種意味是被人追的密度 比以前低很多 還有他所謂正規軍 是一些別動隊 他不是主力部隊 可能是軍隊 其中一支部隊 其實你來到我環頭 我來打你幾次 那些 我會這樣說 這個是我個人對高達的感覺 他頂多是一個戰術兵器 高達能夠發揮的最大的功用 在我的角度來說 超越了這個 我覺得其實已經在故事上 有點難以接受 他純粹是一步就是 可以左右局部戰爭 始終就是你高達的世界裡 很多時候提供一件事 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多戰線的戰局 你一步高達 你不會分身的話 一步高達多強都好 你純粹只是在這條戰線裡面 能夠獲得優勢 並不是說 你在這場戰爭裡面 去打贏了他 還有你記得通常 後期有些戰力兵器 一支光發射 射的地球毀殺 那些 我難道你一部MS機可以做到什麼 X也做不到這些 X那種就是 除非你一開始說 X本身是一個 他是一個戰力兵器 他的戰力兵器程度去到哪裡 他和一支過往高達裡面 就是他需要一隻藍 或者一個殖民衛星級的 射出來的主炮的威力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戰力兵器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 你如果一開始我開宗明義 他作為一個戰力兵器的形態 我覺得OK 當然你說 更加不好提的 有一個我知道 最犯規一定會有觀眾來 Turney是什麼 Turney是毀滅世界 他是世界級的威力 所以這些是寶具 就變回了對戒 我知道我們經常玩Face 放心我不會這樣看 但是你說一般而言 高達來說他純粹是一個 最頂多都是戰術兵器 所以 其實他今次 你說甚至是 以跳躍之姑爺來說 甚至是戰術兵器都未到 如果你說用回現實戰爭 我想 都不會有人否定 其實他好像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那些虎式 虎式坦 虎式坦 就是數量少 很強大 但是扭轉不到德國輸 他跌得很明顯 可能他看一些地方 勁彈的地方很大弱點 對他來說就是 我只需要很多的資源 去打敗你 而我接下來的考量就是 我值不值得用這麼多的資源 去對付你 尤其是對我來說 我打敗你 對局勢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在跳躍之姑爺裡面 其實一直 來說就是 你會給到一個合理解釋 就是 不會像過往的高達 就是什麼 哇 你有部高達 我不管三四二一 我投放整個世界的資源 就是為了豬死你 但是都是豬你不死 即是你講不通 即是你講不通 你是一部機體 我現在不是在看一個超級系的故事 我們在看高達 在我們的定義來說 高達是一個真實系的機體 它有它存在的限制和弱點 即是它不可以突然之間 哇 我用勇氣 然後我就可以爆洩 無事 它是這個世界的神 我們會看得信心的一個原因 就是什麼呢 你依然知道 它也做了設定 七十二部的其中一部 高達骨架 的機體 它是很強 但是 它不能夠扭轉到什麼 而整個故事裡面 也都遵從這件事情 它不是靠機體去扭轉什麼 機體是輔助就是什麼呢 那些人怎樣可以 借助這股戰力 去達到它的目的 但是這個戰力 不是主要達成的目的 純粹是一個籌碼 而且它可能會終結有層戰局 它不是靠部高達 可能是靠其他方面的勢力 去介入它 就是這個比較喜歡的地方 那整套東西 你的故事 剛才我們說到 就是 去到這麼微層 沒錯 因為主角群 也是一班很微細的存在 微層 也不是微細 甚至其實 你有一種叫做什麼呢 不同你說其他的高達作品 就是什麼呢 可能它一開始 它已經是聯邦軍也好 或者是新人類的 總之 隨便一浪 或者它是中立國 那些 被迫就加入了一個 可能原本主角 都是沒什麼實力的 突然之間就埋了一堆 它就突然之間 就在一個很強的勢力裡面 之間裡面在鬥爭 但是這裏不是 由頭開始 這班人是慢慢去 build up 他們自己 在這個世界的影響力 你會覺得 你好像陪著他們一起走 或者說是它委託人的影響力 就是Cordelia 對他們來說就是 那個明星越來越大 到最後甚至是 可能連地球也有人知道 或者一些殖民衛星也有人知道 鐵華團的存在 因為之前發生什麼 不知道 派兩隻垃圾去對他們 就是這樣 他們會說 他們是不停 從小戰開始累積他們的明星 哇 我打贏號角 我打贏 老實說 哪有人能打贏的 就是理事特性 其實可能打贏 但沒有人敢打 有人敢做 那OK吧 試一下 對他們來說 當然有些就是 不純粹是他們實力 純粹有些可能是 大局的政治因素 吹捧到他們 變成這樣 但是你會看到 他們對那個世界的影響力 是越來越大 一舉一動 都可能影響了一些巨局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沒有變過 即是不會突然之間 說 不行了 我們現在已經有叫做什麼 明星在外 殺人放火的事情 就燥少一點 我照對 即是對他們來說 其實 那個明星對他們的行事方針 其實沒有改變 你見到這幫人就是 他們的改變是來自 在他們身邊的人 或者是 他們遇到一些事件 而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並不是說 一些外在局勢 說 不行了 我打了的話 就出事了 然後又不能射 又不成 我覺得這些條件很立落 所以 上場不可以殺人 只可以殺人棍 那些 那就是一個最大的例子 這個所謂鐵華團 其實最主要是鐵華團的 成立 其實就是 就是在火星裡面 就是他們搶了他們回公司 老闆家公司 自己自立為老闆 就是拿去拳 其實 開頭我想最吸引大家的就是 這套高達 少了很多廢話 但中段是挺滿的 中段是說到政治籌碼 不是 你這樣說就是 高達裡面 其實我想大家都不得不認同的就是 戰鬥雙方的對話 是那種叫做意志之間的互碰 總會有很多對話 無論事無大小都要 打回一頓嘴吐之後才打下去 你說那些對話 那些對話 那些對話真的很好笑 但是嘴吐的意志是很兒戲 那幾句就可以睡得 以前那些是OK的 現在那些就好像因為要保持住 所以保持住 過往其實你說 無論你有CD也好 DoubleO 其實什麼呢 於其說他們在對話 就是什麼呢 說服對方 你不要打了 不是 是說編劇的事情 編劇說我們要打的 不是的 所以最終就是開裸體了聽失 DoubleO的極致就是 最後就是 我打都不跟你打 大家不准用武器 三都不准進 武器了 你就不能偷襲我 是不是 然後大家叫做互相對話 那叫做什麼呢 兩方勢力之間的溝通 是不是有平衡點 我們是可以 大家都能滿足到大家 其實是 或者換個角度來說 其實武力只是一個手段 最終他的目標是 要達成一個平衡的 對等地位上面 可以做成對話 交涉 所以你說 而跳的孤兒 你說一開始 我們最打個突的 一定是 第三話裡面 那位大叔 試圖 試圖打最話 因為高達過往的關係就是 說得是很重要的 臨死前 你給我講對白的 不可以不給我講話 知道嗎 給我三分鐘給我講話 然後三日月 就連他講完 連對白都還沒有講完 就一下子就搞定了 是你說要我殺你 我成你所願 你又要怎麼做 或者這樣說 他是在營造三日月 跳華團這一班人 就是 我在這麽殘酷的環境裡生存 我做事很簡單 最重要是保住我的名字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阿叔可能說完之後 你這些石路兵 可能會有些得像 有些什麼意思 但小朋友說 不好意思我不想聽你 也沒有興趣記你說的話 真的很簡單 就是 你和一個沒有讀過書的人 他跟你說 什麽叫做 MC Square 然後他跟你說 你不要這麼廢話 神愛世人 你殺了我不要緊 不是 簡單一點 用回我們現在做的那一套 你用隔壁城去說 等於那個 槍袍 他還在跟別人說話 那些殭屍打到來了 不要叫殭屍 又不是喪屍 那些叫卡班尼 雖然 沒有人理你 你還在跟別人說那些話 其實這集裡面 營造了那個氣氛是什麼 在三日月距離的世界裡 是很簡單的 即我要生存的就是 你是敵人 我便打死你 其實他不會說 他才會說 我投降 你要多少錢 他一樣 可能照扮你 即是不會說那些 照回顧勇那些就沒有 要錢的話 可能他哥哥會頂著 不要說 多少錢 我們先把錢 去到這裡 其實你不得不提 就是 這些人也會有 很有共鳴感 就是 三日月和奧 他們兩個就好像 就是天圓獨河裡面的西蒙和阿里傑 之間的關係 就是這樣 其實是很像的 不一定 天圓獨河裡面是單純的依賴 就是我純白的景色 我會跟著你 但這裡不是 這裡就是奧家 其實是害怕三日月的 會是 也是害怕奧家 兩個是有 其實有些 三日月有害怕 我也不想過 其實有些關係 有點像 其實對三日月來講 他希望去到的 他們認為他們可以生存的地方 就是他們最終的目標 他經常說目標那件事 就是說奧家 就跟他說了一句 等我帶領你 等我帶領你去 所以他經常問 為什麼 那個問題就是什麼 等同意你搭車 你會問他說 倒閘了嗎 倒閘了嗎 但其實這些倒閘不倒閘 是關自己的事 而奧家 為什麼會害怕 就是因為其實 對他來說 其實跟西蒙那個類似 你說如果阿里傑 跟西蒙那個角色 就是什麼呢 阿里傑是覺得 西蒙這個這麼努力的人 就是他一個這麼同情的人 在他後面 他都未放棄的話 就是他想帶領他去一個地方 所以他自己都不可以輸 其實你這裏都有些類似 其實他本身自己說 他都想帶領他的目標 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怎麼做 跟阿里傑一樣 阿里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麼做 不過他叫做憑著一股降勁 絕對差事是什麼呢 一套是初級系作品 我可以叫做 一句話 我憑氣了 然後就可以解決了任何問題 我們是不需要理會的 任何政治的事情 他不會在這裏 但是這套是一個很高達 你作為一個真實系的阿里傑 任何這些問題都會影響到你去判斷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Origa的角色 那個心理去思考的場面 其實比任何都會多了 與其你說什麼呢 天原突破裡面的阿里傑 他純粹是一個精神領袖 他那種精神又是什麼呢 其實沒有理由 總之就是那種精神 就是這種精神 總之抱著這種精神去做事就可以了 但怎樣做事就不知道 怎樣做事就不知道 怎樣做事就隔壁的人做 你幫我做完去吧 總之我們在湯出發力上去就可以了 而Origa的角色 他就要考慮了思考了所有事情 應該說他把天原突破裡面 其實不需要用到的一些東西 但他這套作品要用到 因為他有一個環境局勢在裡面 他要去考慮 好像是由Origa趕走了GSC班人之後 成立了跳樓團這個中間裡面的過程 也看到管理又不懂的 錢又不懂的 怎樣接生意又不知道 所以就找個回計 還有那個GSC是my figure 那個是CGS 對不起 當然他就留下了一類個大人 其實你覺得就是那個位置 是很現實的 他開了面 你這班人不是開掛的 就是沒有掛開的 他連自己都不懂的 懂一點點 不可以說完全不懂的 同名聲沒分別 自己的名字都不懂 三日熱特異 這個問題 所以看到他們為什麼留在大人 就需要幫他們處理一些行政上的事情 這是合理的 就是你會覺得這班人是聰明 不會聰明到突然之間 我兩集之後告訴他 我告訴他 我堂師三八手很懂得念 厲害了吧 就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就會覺得這班人就會緊張 因為你知道他們是充滿缺陷 這班人 不是一班原人 一個人可以坐上個格鬥裡 立即改寫高達的OS 然後你會覺得這個人沒問題 他應該會打遍天下無敵手 那他真的會打遍天下無敵手 他一定會打遍天下無敵手 他一定會打遍天下無敵手 我覺得那個劇力有時 高達的原則是你會擔心這個角色 因為高達的原則是知道 死人是很正常的 不是 是這套東西死人是很正常的 你講話嗎 你看最後的機場 過往那些動畫 就是死人 通常看不到 那數字死了幾百萬人 因為這套他也偷博了 即使每場戰爭裏面 其實鐵華團都是一定有人犧牲的 不過只不過那個是有名的角色 還是沒有名的角色 都不是名的 連樣子都不見 其實對面的人死 也不可以這樣 總之每一次戰爭裏面的人死 比較少有 當然你說在鐵之孤兒裏面 不會說每一幕都做 因為如果你每一幕都做 就很傷心 有死兩件 你記得當時C3他們 我曾經說過 其實看稿子會 也怕自己下集會不會不在 不過他是 所謂的預告 就是一個死亡預告 誰說下集會不會不見 即使你有樣子 有名字 下集當然不保證你會在 尤其是你說 叫做近年的高達裡面 死是 一般都是 可能是那季中段 或者尾才交一次人 沒有的 但你要明白 鐵之孤兒裏面 你看到那個殘酷 就是告訴你 他隨時都可以交人 但是他加的那個人 是你沒有見過的 也沒有見過 那個名字 你升優表也未必見過 因為其實 我在看的圖中裏面 很多的聽眾 或者很多的觀眾 都會擔心 究竟一些主要角色 他們什麼時候 給你的印象 就是因為這些人 充滿缺陷 而就是他們對付的是 一個龐大的勢力 龐大到他們根本是 異論擊石都未算 是一顆微塵 和石頭去打 究竟他們會遭遇到什麼 當然你說到這個跳華團 接了一個 宋達的委託 他為了爭取這個 火星自治 火星自治 最低公子 差不多了 精神領袖 不是什麼 藍士士場格 或者是同性平權 總之就是因為 他的局勢裡面 就是火星 因為簽訂了一些 不平等的條約 被壓榨得很厲害 他就希望平反這些 讓火星能夠自治 和地球成為一個對等的貿易關係 最少都是在做這件事 讓整個火星裡面的人民生活好些 其實你說這個角色 我想這樣說 奧田尼爾這個角色 他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最喜歡的是 他們每個角色 開頭都有一些 他們自己都有一些理想 但他們都會被一些現實情況 去打擊他的理想 甚至說 其實他純粹知道 最終目標的景象是怎樣 但是中途究竟要怎樣做 是不知道的 而且他在中途做的時候 可能為了實驗 某部分的理想 而去犧牲 或妥協了某些事情 其實這個我覺得 挺有好的 他這裡其實 一開始做的對比 就是三味的和奧田尼爾 這兩個角色的對比 一個就是叫做 溫失蹤的小花 純粹就是 突然看到一個VLB 應該要成立最低公子 舉個例子 然後就出來說 我就要成立最低公子 然後三味道 你成立最低公子 那就沒有人請我了 即是他考慮 有一個很美好的 漂亮的大話 或靜光 但其實行實是不通的 不是不通 中間裡面是要經過很多的犧牲 而那些犧牲就是什麼呢 你願不願意承擔這個 你主導出來的 沒錯 他可能最後會達至就是 這個世界真是美好的 這個世界真是和平 但是中間裡面 經過有幾多人 在裡面會失利 會受到痛苦 甚至是獻出他的生命 來達成你這個成就 而就是什麼呢 他們是沒有credit的 這些只是殺石而已 而奧倫尼爾 因為他這樣看 就說 做完A做B 那就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還未去認真面對 A和B 究竟當中裡面的殘酷是什麼 其實你來講的 很像 但其實是兩件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Cudelia 他說的那件事 於是說他的理想 去達成 如果用說人的說法 其實他那種應該叫做妥協 就是說 他要做到這些 他有些事情 可能是要更換的 譬如你說鐵華團 和另外兩個大型的機構 在那裡交涉 其實那些算是一種妥協 但是如果你說 用有馬人說到那種 他用犧牲又沒有錯 但是其實不是一個理念上的犧牲 是一個行事過程 那個步驟 那個進程之間 有人犧牲 那個犧牲就是 應該這樣說 在那個所謂他們 最大原則底下 他怎樣 可以確保 就是他可以 做到最多的事情 而不會 跟他們 最大的目標 又抵觸 這個就是 剛才所說的 妥協 其中一種就是妥協 應該說 這套東西裡面 很實在的東西 就是鐵華團 根本背不起 歐年利亞 這個人 可以確保 送去地球 那怎樣 就是要埋堆了 鐵華團 就逼著他們 就是要去 找一些現有的勢力 去協助他們 這個位置 你說唯一叫做 我覺得這些都是 純粹細節問題 太容易埋堆了 他讓明賴看中了他們 而看中那個 那個 打了一場之後 就覺得 你們這班人好得下 我覺得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 這個轉捏點是有點隨便的 好得 即是說 你拿來做前線的集 應該好得 因為這樣說 其實我們開頭 兩位主持 可能都會 有個問題是 明賴其實是否想出賣他們 我開頭有那個感覺 其實是說 沒理由 大哥 很明顯這傢伙是體女 突然間收回 一群都是兒子 除非他轉口尾 突然之間 但是沒有可能 這套東西 不是在說這些 不是 拖著哥尼亞 然後一群男人推出去 那這傢伙就是來的 明白嗎 所以開頭你覺得 明賴其實是想利用鐵華團 去達成某些事情 但你沒想到他 原來是真心想 跟這群人結交 你又不要這麼快說真心 還未做下一個 對呀 可能假裝真心 跟你拼肩膀 下一季捉你幾隻 那些人笑不笑 大家都覺得明賴這個人 是尷尬的 因為這個世界理論上 你要明白 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每一個都有尷尬的一面 應該這麼說 其實他們是一個商人 有買有賣 就是這樣說 我賣你一堆 當然是因為你有好處 我想拿 我才賣你一堆 但是你又覺得 明賴究竟在 在鐵華團身上 他拿到什麼好處呢 他無法提供什麼 對呀 但實際上 有這麼說 動畫裡面 你見到鐵華團 隨著不停重步努力之後 他們明星大了 也都可能 幫他們轉移了一些視線 這件事不是我們做的 是鐵華團做的 可能有什麼後果 這件事是不停重步努力 因為你是不停重步努力 你是不停重步努力 你現在是不停重步努力 全世界都知道 是不停重步努力 但是明賴 她這麼看得起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 開頭裡面 令我覺得 有少許突压的位置 就是明賴為什麼 這麼看得起鐵華團 而且她把她的女兒 幫她 那些女兒 會死掉 對我來說 她幾乎是倒貼的 真的是倒貼 可能下一季說回明賴的過去 原來她跟奧家庭插頭的背景 可能阿彤彌是相連的 那我覺得你應該第一季去看 我覺得這個解釋是更糟糕 這個解釋好像A至E 至少你有解釋過 可能出來黑社會 但我其實很有良心 很天真來說 有少許 可能這樣說完 那部劇我也能接受到 看她下一季會不會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 尤其是 到他們遇到明賴這一群人之後 有些可惜就是 Origa這個角色 你覺得是弱了 是弱氣了 就是她不停給明賴的攻勢 因為明賴 對呀 在攻 和受她的關係 明賴其實是 因為她本身經歷很多 她有很多人生經驗 可以分享給Origa 怎樣去帶領團隊 雖然 當然啦 她整個船都是女兒 但是她整個都是兒子 所以就要分享經驗 你明明其實 是一個心理舒緩 剛才我說過 300月期是迫著奧家 但是奧家是沒有人依賴到 沒有人幫到她 但是這個時候 明賴就幫到她 有些時候發射位 你做不到的 可以分擔給明賴她 至少你試用了 我想也不是 我想巧妙的地方是 Origa她在鐵華團 她是最大的 其實你都是指向她 反過來她沒有人問 我想 還有馬角度來講 但是如果你說對明賴和Origa 這個關係 反過來的事情 就變成了 她變成了別人的弟弟 即是她是Under人 她就不是最大 結果她就變成了 是不需要被人指著她來問 她是被人期待的 她有一個人可以 作為下方去問 向上問 或者是 寫著一些 opinion 她沒有搶到Origa的氣氛 就是因為 明賴不是洗了Origa 就是要她改變目標 純粹就是 如果你想達成 在這個目標底下 你達成的話 你可以有 做這些事情 或者你做這些事情 會有什麼影響 你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怎樣選擇 她純粹是怎樣 明賴就好像 阿sir那樣 出一份功課給她 你現在就遇到這個情況 我可以告訴你 大概可以怎樣做 你自己選擇怎樣做 多次是一個 mentor 叫做沒有那麼長 但是你會覺得 Origa這個角色就是什麼 你會慢慢脫離之後 他其實不是天原突破的阿尼奇 就是什麼 因為就是 他很多事情需要以來 他不是靠自己一個人可以解決 這個也是真實 他要面對一個殘酷的情況 他純粹是一個 可以被信任的大哥哥 但這個大哥哥其實的知識 都是很貧乏的 他三十天都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一些大小小的塵愛 他究竟可以怎樣去做 所以他都要向其他人去請教 當然你可以說 Origa一直說 他什麼正在摸索 就是究竟怎樣走這條路 才是最好的 這個也是他這個角色 就是我們陪著這位大哥的成長 當然你說 中間裡面其實不得不提的 就是所謂就是 明賴好像在攻略這個Origa 但是其實三日月那邊都很不得閒 追求女朋友 我知道 給女朋友其實是 他從來沒有追求過女朋友 不是 有幾個的 有 Adora Cudelia 還有 還有 給朱古力的人 三個 他受不了主動 好像Kiss的Cudelia 其他兩個都是倒鐵 你叫朱古力嗎 當然你說 鐵華團裡面還有其他 像 尤真 超雲 Visky 對 這三個其實是最主要的副角 其實好像是在鐵華團裡面 他們擔光的崗位都是不同的 還有 Cino 你說這些角色其實就是 是輔助Origa 就是去實行他的一些戰術 或者是他一些想法 輔助他們 其實變成就是整個鐵華團 其實是相負相成 他也說到其實好像一家人一樣 在這個套路裡面 就是他們得到就是阿明賴那邊的組織 他們的支援之下 他們就慢慢向地球進化 因為本身你說 好像這些高力類型的作品 很多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呢 走向了大線之後 所有的支線 突然之間就變得很不重要 鐵華團裡面的支線就是什麼呢 就是鐵華團裡面這一班人的身份 就是他們是稱為這個 乳像垃圾 是的 他也在中間裡面 插入了就是 超雲的弟弟 跟他分開之後 然後接著 他們怎樣去 重遇 重遇 在戰場上 那一集你都覺得其實挺悲哀的 他們其實是 一邊就說 你找到一個龜索 弟弟那邊就是 因為我那邊都有經歷 其實我那邊都有我想保護的人 其實我那邊都有我想保護的人 就是我兄弟 都是兄弟 高達裡面其實有時候 有一些作品 我覺得我不點什麼那邊套 很壞就是 說一說 當兩邊 原本兩邊都是一個重要角色 他們 給了一個不同的顏色 當時就會是什麼呢 怎樣 就是 誰在主角方 主角方便會強行 吸納了那邊 就是什麼呢 純粹吸納那個配角 另外那些人 可能就會令他們死了 怎麼說呢 應該是說 可能大家可能有衝突 有理念 但最後可能說兩句之後 和解了 那邊的理念 就從來不重要 是很儀稀感化 然後大家團結局 但好像少一些人 不要緊 不要理他們 就很奇怪 這樣就完一集 而這裡其實我 那一套這樣的東西嗎 自己回去找找 不點名 其實我覺得 他這一套做得好的一個原因 就是 白昭雲的弟弟 叫做同鐵華田 第一次的交戰的時候 有人死了 他想說 現在不是我過不過來的問題 大哥 是我不過得來的問題 你那種就是覺得 沒辦法 因為你殺了他們那邊 他也是好像他家人 另一個家人 大哥 你這樣 現在 喬素搞不定 他超雲的弟弟 我不是可以單單過來的 大哥 現在說的是我整團人 只是我自己 現在對他來說 他對那邊的 兄弟 兄弟都有那個情義 他覺得說 他不可以放棄他們 所以 即使你是我親大哥 也好 去到這個位 而且當然 他對他大哥 其實那種就是什麼呢 有一點點油 愛又恨的說 你也好 買一個靚州 我 有一點點是遷路的 不過你不怪他 他是一個年輕人 他只不過是一個 你不會去怪他們 想得不周圍 就說 這班是年輕人 這班不是說 我想了365部 然後我自然要老殘的人 其實近年 日本動畫很多 很多 有很多 很難解釋死劫 其他動畫可能 三言兩句解決了 但這段是解決不到的 很實際告訴你 有些問題 解決不到就解決不到 實際發生的事情 是解決不到的 你看右首歌 有些就是 你表現到那個角色 是很聰明 但他雖然很聰明 但他依然解決不到問題 然後就強行用一些 剛才所說 無論是嘴炮也好 爆氣 或者是一些外怪也好 去強行令那個問題 好像不存在 但那個問題依然是沒有解決過的 只不過是在乎這場 我是主角 你應該要聽我說 我的理念不重要 你是主角 我媽媽是白沙 你媽媽也是白沙 OK 搞定 Happy End 在整個跳舞之宮 裡面 其實很多的 所謂叫做小事件 他不是結束就結束 那些人對Origa的手法 的一些不信任 其實是慢慢累積的 其實是 那種累積的恐懼 或者那種不信任 其實是甚麼 來自於每一場戰鬥的小小的累積 他不是突然之間 我聽了一條說 是喔 這條人真的有些問題 我不相信你 洗腦 突然間你信念會變了 叫做小事件 做得好的地方 他們的衝突 是來自於不停慢慢的累積 甚至是 尤金 尤金開頭 都覺得Origa說的 是說 搞錯呀 又來 又搞甚麼 他開頭對他的決定 其實是 最多意見的人 但慢慢去到後期之後 他可以享受了 他可以 很享受 超雲也是一樣 超雲對他來說 其實他開頭的理念是甚麼 我是雨作垃圾 我找死的地方 其實純粹是 我哪裏死都無所謂 只不過是甚麼 我由 被大人壓榨 變成一個好像很信任的組織 但依然我也會覺得很危險 慢慢他 真的融入了這個家庭裏 甚至 為一些Origa或者其他的人 去拼命 都是他的心態的轉變 他不會突然之間 經過一件事 而且這件事就是 他的弟弟真的死了 最後 但他都說他沒有怪他們 因為這個現場來說 很難避免這件事 即是他講了這個世界現實 而且他弟弟被人打射的 是另一個人 其實也不關他們的兄弟 不是 他不打他救了他 小弟就沒事了 即是他打算自習國 但問題是 世界的感覺 其實現實上都是這樣的 可能怪你的 他們的命生成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 其實天華團的人 即是甚麼 他們好像一直都向著結果 正在進發 正在向著他們的目標 正在進發 但其實他不停地失去了某些事情 以這些失去 其實他們都會問的問題 其實他們現在這樣做值不值得 對地球之後 我們做完這個工作 我們就 很簡單的 我們就因為做完一件大工作 我們就 變成就是 我們是很厲害了 我們就可以接得更多的工作 我們就有穩定的生活 歐聯娜的信念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不重要的 即是他們對他們來說 這件事是甚麼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大件工作 他們賺錢呢 對他們來說就是 我要怎樣做呢 怎樣做 他們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到整件事裡面 就是不停立刻的 回到火星之後應該怎樣 這個對話出現了很多次 是每個人都幾乎 不是 你以前行船 有些人 哎呀我幾乎回家 走完一轉回家 對呀我有幾個弟弟 又有幾個妹妹 你就會覺得 這些人永遠無法回家 不過他們不是 在塔平洋 他們第一個宇宙飛來飛去 當然你說中間裡面 一個塔局就是他們去到 其中一個地方裡面 就看到 工會有些事情想搞 對 那個好像 衛星 也是其中一個 工業衛星 那位其實分了兩段 首先就是 Biski的阿哥 還有就是 Odinia那邊的 女僕 有些是政治的東西 在裡面玩 其實是 大局上的政治 就是 哇 你開槍的時候 沒有東西的 在他們那裡 就利用媒體的力量 當然很多人都會說 哇 好像在香港時事 頂你那塊 其實不同的 他們為什麼是工業行動 不過是因為資方和勞科 是資方和勞科中間 吵架才是吵架 其實沒有東西的 可能坐下卡住 加不加的工 加不加的工 加不加的事威罷工 都沒有東西的 高達裡面其實 不是說沒有提過 但是很少提到這麼重的 就是 商家裡面的利益關係 因為其實每個組織 不算是浩國那邊 浩國那邊比較少 浩國那邊 純粹是要控制權 他要控制權 其實在其他底下的組織 其實就是在拗利益 其實在殖民衛星分裏 其實那個利益 其實是拗得最多的 更加令到整個故事 好像福貝獸敵 鐵華團和歐迪 就是因為 大家都喜歡 他爸爸 就是想暗算他 歐迪是老爸 但是很神奇 第一季就沒有說他爸爸 其實我們不知道下一個季會不會說 其實他爸爸為什麼會這樣做 有什麼心神想法 我們不知道 我想都是因為 勢力利益所謂的影響 這個是他們 核心的原因 純粹都是利益 真的不知道 他這些勢力裡面的護角 其實是 我們會講過的一些 所有角色的行動 都是來自於 社會的局勢去帶動 高達其實正正就是 我們看的是什麼 我們不是想看那個主角開蒙商 或者主角去主宰一些東西 你跟我說這個理念 然後我一個理念 可以把所有的 所有一切世界環境的影響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高達裡面 其實我覺得一直裡面 無論舊高達也是 阿浦幾強都沒有用的 其實他都被軍人搬禁鼓 這套裡面 我真的很久沒看過這樣的高達作品 就是主角 每件事都會為主角擔心 其實我覺得高達的魅力就是 其實在於這個 你不會覺得 你上一艘船裡面 你就知道 就是 過往的高達裡面 所有的船 只要主角搭得的話 死人是很少的 而這套東西裡面 就是什麼 根本上 死得最多人的船 就是鐵華條那艘船的人 就是 說回工業意外 其實很恐怖的 但是他全部角色都是棋子 鐵華團他們都是棋子 然後那些工人都是棋子 你坐在那裡談判也是死 你差點去打也是會死 就是你看到整件事都很無力的 甚至是Bisky那個阿哥 他都是說什麼 喂 你弟弟在那裡做 喂 搞搞他 都是棋子 其實都是說 他都跟Bisky說 你交他出來 你交他出來 其實我們有獎 所以其實全部角色都是棋子 真正的後面說死的人 是不用出來的 因為全部人都死了 可以是 的確是 這套東西我覺得是 辯當的數目 我不是說 死人的數目 他不是說死一些重要角色 他純粹說什麼呢 他純粹單靠死平民 死一些不關事的人 他都給了一些感覺 哇 是很糟糕的 現在這件事 當然他這套東西 他不是說過往高大作品 就是每次都開外掛 他這套作品 其實他用死人用得很足 其他作品 停手 要和平 拿梨天室 哎呀 我感覺我加薪工 過往高大作品是什麼呢 死一個人 全船人都有影響 但這套 《鐵之姑怡》其實有的 他就有什麼 死一個人 其實是對個別幾個人有影響的 所以為什麼要死這麼多人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要影響全船人 他就要死很多人 哭了正常 睡下了 我可以和你去到這個位置 測試一下 中間裡面 那些小朋友死了那時候 其實是對少年組那邊有一點影響 而去到相對於座 超雲的弟弟死了 是對超雲有影響 還有對超雲的弟弟那班兄弟有影響 對整班人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 然後去到Bisky那裡 Bisky的哥哥死了 對其他人都是沒有影響 是對Bisky有影響 我和你三個熟悉鬼熟了 你死不死 而去到奧迪尼亞 女僕死了 也是對奧迪尼亞有影響 是對其他人沒有影響 我們走了 我們不理會 就是你看到其他人沒有為這個角色相感 就是說他死了 我明白 因為各個作品死了 全部一起問 要哭的 要哭的 哭什麼鬼 即使你 當然你說其他作品 通常都會抱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你雙層的 想想駭鴻 死了之後 全船人突然之間都下降了 即是不知為什麼 即是你覺得 有些人跟他沒有什麼關係都下降了 即是全部的戲劇 都下降了50 不知道為什麼 我也不明白 不是的 一定要哭的 可能這個世界通病 死人不哭不行的 沒有禮貌 因為他很多時候就是死一個 其實看此重要 但其實對 不是對所有人都很重要 當然你說 這一道裡面 逐步其實 比如說他們的犧牲其實是很大的 那個犧牲是累積的 就不是突然之間 在一場戰後 死了的人 你才醒覺 原來 原來我的犧牲很大的 然後那一刻 其實我會反問 別人那些不是犧牲 你每次都打駕駛艙 然後別人的小子死了 那些不是 在這套作品裡面 我覺得 每個人都有個覺悟 就是什麼呢 雙方都在犧牲 還有很多所謂的 其實我們還沒提過 就是 號角裡面的兩位的角色 Miginia 和紫色頭髮 我忘記叫他們的名字 其實這兩個角色 開頭的定位其實挺英鎊 純純我們開頭 甚至覺得是什麼 是為了被主角拆等級用的 雜宇 即是會死那些人 其實是會 這套有誰不死先 整個是 可有可無 即不是 薩古斯級別的對手 你應該不會覺得是 甚至不會覺得是 Mr.姆士道那種 其實他有點像Mr.姆士道 最像Mr.姆士道 最像Mr.姆士道那個是誰呢 一開始第三集 死大叔之後那個駕駛員 當然很多人認為他是整套劇裡面 最悲哀的人 扮演追逐的角色裡面 任務其實是什麼 %號角裡面的勢力 究竟是怎樣 尤其是你說 當Miginia他真正戴了面具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人 原來是最終Boss來的 原來這個人是 不是 他好笑就是 他是長Boss 我想他的馬仔也是 但不是 他的馬仔也是他的棋子 用他們來實踐自己的目標 那些自己的願望 我覺得這個角色其實可以寫 我暫時不敢說他寫得成不成功 因為這個真的要看第二季 才決定到這個角色的狠 是不是真的這麼狠 哈哈哈哈 我的大魔王 然後被人打線了 鐵華團 由 終於過了正名聲 鐵華團 就真正成長了 完成他的成長了 然後到地球去找 大洋洲聯盟裡面 時文 爭辯的一節 當然當中更加不得不提的就是 我們之前也說過 在這裡的戰爭 上心願目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廢話少 而這裡說廢話的人 都是不得好死的 你明白 那條女的部隊 如果是在UC年代出場 是不會有事的 一對一 好一對一出來打 這檔才是傻的 就是那個問題是 大家都要明白一件事 在於BANDAI來說 在作品裡面擺姿勢 是很重要的動作 他是決定那盒模型的封面 我明白 打橫要180度 那些槍越舉起角色都不明白 那當然 其實這套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他沒有得失過BANDAI 他依然會讓他們擺姿勢 是不讓他們說完對白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合模型上不需要寫對白 喂 要的 有個主角的樣子 他的名義 可能名義還沒說完 那這裡其實最有趣的就是 他打破了很多 我們覺得不合理 或者我們認為 已經成為了江戶規矩的東西 就被三日月打破了 不是 他這裡有 是不是可以射的 那我射的 是射完三日之後 我可以射的 對三日月來說 就是 為什麼要擺姿勢 為什麼一對一 沒有人跟你說 我們打 尤其是 落地球那一刻 對著那位大助的時候 對決的時候 尤其是這方面 是突化得很厲害的 就是那一片就是什麼呢 忠存著高達 過往的一切傳統 U.C.優良傳統 講江戶規矩 大家一隻抽一隻 不是一隻抽一隻 那種是 騎士到精神 那樣東西 其實是 甚至是 機體擺姿勢也是很重要的 什麼 我記得馬莎當年嗎 我還給了Data阿寶 你放了一部新機器出來 會這樣 現在三月就錯了 這個我覺得最嚴重的一定是三日月 其實三日月對所有的事情 其實他是不敢興趣的 其實他是 他對所有人的理念 對他來講就是什麼呢 他現在有工作 他要做運工作 他要生存 你是敵人 咒你 他依文其實你說真正三日月 那個感情 去到最終去到最後 他才有稍微的感情流動 但他依然是沒有改變過他的一往手法 目的為上 在感情之下 不是 他是無視對方 你的理念 他每一場戰鬥 對方 你看到 他沒有高達裡面的對話嗎 他有 但是三日月對他的回應就是什麼 我不回應 我的回應就是 我一刀就砍你 或者一拳一拳包你 為什麼你說對話少呢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理念上的交流 你說的理念對你說的 他不會理念 就是防方向架勢 不是 他說在現在這個對決裡面重要嗎 這件事 對三日月其實很簡單 你跟我說的理念 你是不是接著會放過我 不是嘛 那我們就打 不是 我之後會想 他會中間去打的地方 可能對面說的對話會影響三日月動搖 但其實第一季沒有 我不知道第二季會不會有 我想看他會不會有些動搖 可能第二季會有 可以給我的支援 其實這件事對三日月的成長來說 我覺得是最少的 因為他的感情表露是很小的 所以說他要動搖 你動搖 有些事情會緊張 你會在乎 所以你才會動搖 會影響到你的駕駛 影響到你的理念 你會搖擺 但第一季還沒有 所以我覺得他人格可能 沒有那麼充實 沒有那麼實在 因為無論Origa Bisky 尤真 超頻 其實他們在第一季裡 某種意義上 他們找到他們要做些什麼 當然你說Origa 那個位置 還在尋找當中 他未找到他最終 因為他懶著三日月 三日月會問他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難回答的 故事裡面 其實你說 我想最令人不滿的屈禮 我們剛才說了很多不同的 橋段的故事 其實你會看到 這個故事是很殘酷的 對每一個角色都很殘酷 不一定是身體 心理 對他們心理的打擊 是每一個都很沉重的 你覺得最奸的那群人 才是最沒什麼 因為他們在上面 操控著一切 他們在那裡 嘻嘻嘻嘻嘻 無論是市民也好 Mikinis 這幾個人 對他們來說 他們沒有損失 就算是明賴 乾爺 他們也是 他們都是在上面 暈能腳在等 等著就是什麼 你們去引發一些事件 然後我拿來做Bagan Power 所以他們最疼的就是 剛才我看的全部都是旗子 即是你也是被人打擊的 不過問題是 你被人打擊的時候 有沒有拿到自己的好處 他們知道 我們付出了一些好處 我們做了旗子 那有什麼好處 他們會這樣算嗎 你會覺得這樣算嗎 去到最後的故事裡 其實我覺得 那個其實真的是商業效益 就是最後幾集 尼德債很闖存 奇怪 那些女生不是死的嗎 我以為他們要死掉 我覺得其實是受到一些壓力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過往 他這套東西裡面 整套東西裡面 二十幾集 到最後那一集裡面的紀錄 就是什麼呢 打傷駕駛倉 你也是死硬的 看這個時候 有沒有搞錯有死女 其實問題是 死是合理的 你不死斯斯奇 我覺得是 因為我告訴你 其實全部人沒有死過 Happy End 有沒有搞錯 因為始終就是明賴 金信任 Origa這個人 其實那個信任 也沒有任何根據 其實是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他突然之間 這麼抱 Origa這個人 同時跟他結拜了做兄弟 為什麼 那個利用價值 我們知道就是他 他老爸 因為知道就是 Brelia的利用價值 但不是對鐵華團的利用價值 鐵華團對明賴來說 究竟那個 那麼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他又不是突然想搞機 但是很明顯就是 他抱了一群女 還要派他自己的老婆 還要三個有名的老婆 下去幫他們走 你想想 三個美老婆下去 死兩件 只有一個回去 那個人不會反面 咬老公說 看你有沒有搞錯 你幫鐵華團 沒有關係 我覺得 你不要說 那些女人對明賴是無語無悔 派了你下去的話 就沒有錯 對明賴來說 那個 和鐵華團之間 那個 微妙的關係 這個 當然 會不會是想 究竟 他犧牲這麼大 其實這套 一直都是 其中一種主旨 但 最後 是全部人 吐回便當出來的 還有 很神奇 奧家 他可能會懷疑其他人 但他幾乎沒有懷疑過明賴 明賴是講述 聽過意見 會做事 可能最後會被他背叛 出賣 但其實我挺怕這種劇情出現 如果他中間沒有鋪排的話 這套好看的地方就是什麼 任何東西都是慢慢累積出來的 那種累積你會覺得是合情合理的 即使畢士奇的死在他和奧家之間發生的衝突 那個衝突不是來自於那一下完成任務 之後奧家想繼續下去 而奧家想反對返回他的火星 其實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來自於他們不停地去答應 因為他哥哥的死 中間裡面奧家所有的行動 對他來說 其實他的不安是慢慢累積而成的 我明白 所以你說質疑就明白 因為他沒有累積過任何事情 突然會信任他 大家互相幫助 所以我不知道 只能夠就是什麼 如果去做這個劇情 對我來說就是明白 二季裡面 明賴是繼續 無怨無悔付出一切地去支持 或者可能中間反叛 出賣他 不要 做這個劇情我覺得就會和 因為如果你之前沒有那些鋪牌 因為到現在為止 如果你說這一季裡面 最終就是他三位老婆死了的話 沒有死 就是說如果死了的話 我現在是慢慢做累積的 有機會 所以說三位老婆死了兩件 一個回去實出事 但現在就是三個都沒事 當然 其實開頭我跟朋友說笑 你派了三個老婆 現在是什麼 其實其中一個老婆是很危險的 因為他好像好看得起超雲 我覺得是給人DR的勢力 當然 所以就說什麼 趁這個機會殺了他 是不是這樣 原來又不是 這套東西裡面 最迷的其中一個角色 一定是明賴 而當中裡面 最奇風突出的角色 一是什麼 是Miggis 這個所謂的面具佬 好 他的目的應該就是 想借鐵華團 故意搞到他壯大 令到他可以輕易 拿回一些權力 可以是 他現在呢 他那個 營造的角色是什麼 他真是一個心肯手辣的角色 心肯手辣 就是 連從小玩到大 不介意他身份 的兄弟 都出賣了 甚至最後的 就是 你妹妹 我會幫你 好好照顧他 哇 這個真是 這個人簡直是 賤人中的極品 一看就知道 害苦 你女兒交給我 這個人現在就是 他做到的角色 他一定是 故事上 他是一個 醜角 為求目的 不擇手段的人 而他的目的就是 他可以控制好角 成為好角裡面的核心人物 改革 現在好角 可能沒有以前的 可能他想改革 但不知 改革之後的目的是什麼 改革之後 其實改革是你的其中的手段 一旦你達成的手段 所以你才要 改革好角 令他達成的目的 他的目標是什麼呢 是自動移加 應該不會是 哈哈哈哈 有個大魔王 我不知道 高達的 其實很容易 就是 這些 所謂很有理念的 歹角 最終 是被一些 很無謂 很 很空想的 理念 去擊破了 而那個擊破 是 沒有理由的 因為你被主角打爆了 所以說 沒有啊 你都打贏了 你全都打贏了 不希望 其實在跳之孤兒看到這個 其實是 甚至是 主角方的籌碼 其實是不多的 其實是 而且是因為 對面那邊的幫助他們 如果不是他們 又是 對面有出賣 就出賣 他們 其實有一種 那種感覺是 什麼呢 去到一季 他只有兩季 其實他只有 他依然是未成氣候的 這班人 這班人 對局勢的影響 雖然你說第一季 他最終 叫做幫市民 達成到這個 他當選 那個姿勢又沒有了 他們主要是幫我 去地球 我知道 但是 向他們的目標達成了 但是 怎樣去達成這個目標 就是 怎樣去解決 大魔王先生 死人面具佬 應該是下跪的 我知道這個下跪 但是下跪他要滿足的 很多就是 鐵華團 老實說 其實戰力真的很薄弱 這套也不是 他不是基拉大神 他也不是有雙倍的量子化 一個 裸體療先生 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他只有 充其量 兩部的高達骨架 那些雜魚的量子好像沒有了 垃圾魚就不是 垃圾魚 隨時可以找回一部新的機體 靠這些 這麼微薄的實力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這套東西裡面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從來沒有說 好像過往高達裡面 我要跟著戰爭 我要世界和平 完美和平主義 這麼偉大 他純粹是什麼 找兩餐 不是 你說Octilia 也不是要救世 或者什麼 我要廢除現在的條約 其實 只要我這樣 達成政治目的 其實世界可以繼續打仗 他不需要去 整理這個世界裡的一些 好雲偉 也不可能被整理的理念 這就是高達裡面的個案 就是什麼呢 那個所謂的女神 就是Octilia 這類型的角色 他要實行那個目標 Octilia的目標其實是很實在的 是有辦法被實行的 即使最後是跟死人圓隊佬 他們夾解 妥協了 可以 照樣地球那邊都給你 地球那邊就是什麼呢 搞到一大堆事情 我們最重要是火星沒事 不是 你看到他已經開了很多照片 即是他未來地球之前 未有實權之前 跟別人說 嗯 實現了這個條約之後 或隔封之後 給你什麼著數 即是他已經在賣貼 他已經在賣貼 花了未來錢 已經在賣些條約出去 即是可能他定位這樣做 對他來說可能就是什麼 他要利用鐵華團 或者利用他的影響力 去達成他的一些目的的時候 就是什麼呢 我真的放棄了 後局放棄了這一邊的事情 去令到他能夠統一這面事件 甚至最後你可能會覺得 不會覺得奇怪就是什麼 鐵華團和這條死戰人合謀 沒有的 可能死戰人有變了 他說這件事我有好處 我同意 你可以看到他們說 大家不是因為我同意你這件事 我有好處 我會認同你的動作 是的 所有的合作關係 不是我認不認同你 純粹是我有利益 你又有利益 大家的利益關係一致 嗯 即是這個實際一點 至少我會順利 不是說說兩個嘴巴 我聽你說 至少我們會明白 那人是這樣的 尤其是去到這樣的舞台 這些bargain的事情 是這樣的 這套也說明 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的幸福 不會全世界都幸福 即是你看到最初 鴨哥說要完美的幸福 然後黑手也打到他說 哪有那麼好處 你不犧牲這些東西 怎麼會拿到這些東西 教會他大人的道理 就是這個世界真理 就是你要犧牲了一些東西 所以這套東西 就是他很多的一些理念衝突 或者說服一些人的時候 其實他最終是沒有說服到我們 他只是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交易 這個是一個妥協 我為了達成我的目的 我就是妥協了這件事 我不是說我贊成你那件事 不要誤會 因為在這套東西裡面 你會看到 不會覺得很奇怪 或者突然之間挑戰 也都是這套東西 發展的緩慢原因 我不可以突然之間 對你施展 我相信我之信 令到你突然之間加入我方 或者角色物丹轉勝 下一集 你說得很對 你要放棄 我聽你說 不會這樣發生才會 最少 OK 到最後的 不得不提的就是 這套東西裡面 大家都知道 其實機體的設計 對賣模型人其實是很不利的 我看到實際的模型 真的是 凹凹凹凹凹凹 因為其實他現在出MG 他還沒有出可動版本 他每一部機體 太多細緻 不能偷偷偷 因為老實說 就是三日月那個機體 說到尾其實是機械眉 他不是有一個很型的背包 有一個很有型的外觀 然後他會使出一些很厲害的絕招 他在買笨 幾年前那套原味骨架 他現在是做骨架 但他還是做骨架 在動畫來說 你會覺得 尤其是三日月的聶魔 氣勢是很足的 因為他可以就角度 但這部東西 其實他跟Coke Gears裡面的Litometer 一樣 就是他出模型那一刻 你就會覺得舊東西 我又不可以說他不是高達型 但又有些奇怪 所以其實你看到的 在第一季裡面 七個形態 我想笨大也知道 有些東西在這方面入手 他的裝甲 在不停加大 就是為了解決他的腰的問題 我覺得沒有 這條腰挺好的 可能有些美感 我們看的角度不同 純粹你用過往 C也好 W也好 X也好 這一類型 一大堆 不同不同類型 不高達 那條腰身 其實是很難被解決的 實際 他們的手 會很纖幼 很纖幼 但腰硬是很肥的 所以他純粹 這套裡面 是很機械 很多東西都是 機械感很重 純粹 由實用性 即使是三力越用的武器 其實也是 他最後會適用日本刀 之前是不會適用的 那不得不提 達賴式的系統 給他們開掛的系統 喂 你不開掛 他們真的死了 那我覺得 開這麼少的掛 是合理的 其實是什麼 那個掛是等同GN龍 最初那些人沒有GN龍 到敵人都有GN龍 到了現在第一句 就是什麼 有人終於用 自體發電 這個真理之門 你犧牲了你的右手伏右眼 他不止 他犧牲了他半身 有個犧牲了全身 這個是阿爾 三日月是三個插頭 那個人是不止三個插頭 他的腳都不止插 他半身裡面 不知道已經插了多少東西 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力量的換取 其實是幾大代價 當然你說 有些超級的 因為三日月經常吐血 但是他嘔吐血 還有的 那這個可能 他HP多而已 沒有東西的 三日月對我來說 其實這套東西裡面 不停是叫做什麼 用他們本身的籌碼去換取一些東西 值不值 還有達不達到 無論在機體設計上 故事劇情上 他一起的東西都是走著這個方向 所以其實看下去 其實對我們這些 看開高達的作品來講 我們覺得 終於有一套回來的作品了 不再是 噢 或者是主角去開外掛 或者突然之間 雙眼不知爆些什麼 就可以解決問題 或者是 突然之間 我是高達 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東西 高達是救世子來的 這套東西裡面是很實在的 很殘酷 我覺得是 甚至那個殘落 是讓你覺得 你會替他們覺得 辛苦 為他們的生命 感到 究竟 他能不能夠遷移到最後 不再這麼久才算 那是 那是 老實說 這套東西其實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收視真的 這樣也會說 他們沒有背包 沒有很大的背包 實在都要看正常的 但是 看高達的人 為什麼會不看 當然 其實現在裡面所謂的收視 他有一件事是不準確的 現在是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現在不是即日看 甚至日本也是 尤其你日本 就是有些現在的人 都是什麼呢 之後事後才看回 那些其實是 看不到一些收視率來的 一開始我都很擔心 這套東西是低一軌 因為真的收不到 不會收不到 像你說的 他送到地球可以完的 跳太血掌 沒事的 送到地球 那之後阿哥 來又想怎樣做 可以不完美的 可以去空海坊間的 他做到做不到 不關條件事 這件事 究竟怎樣創造一個 三一月 安身之所的世界 是怎樣呢 其實大家暫時都未想像到 它可以是一個很簡單的世界 它也是一個很抽象的世界 我自己都答不到 究竟怎樣才能做到 這件事 即他們的終點是在哪裏 還是最終終點都答不到 死了 都可以的 可能被大伯收購 有白武士收購的公司 你可以長期有長人吃 是不是算美好結果 有些人可能要刺激 有些人要刺激 很難經過這麼多東西 但我們對這個故事的尾 一定是Origa和三日月 不理會誰死了 最大機會都是Origa 三日月是不可能死的 究竟他們最後達到 走到哪一個地步 去完結這個故事 有機會Origa差不多要講完 下一集他死了 就看三日月怎麼發瘋 可以寫到三日月的角色 今季裏面 三日月不是沒有發瘋 當他知道其他同伴被擊倒之後 他都顯露了他的憤怒出來 你真的會說 如果Origa會死的話 對他來說 有多大的衝擊 其實是不知道的 因為除了Origa 可以按住他之外 是沒有人按住他的 都不是Origa 其實都按不住他的 只不過 他的問題還沒得到解答 所以他跟著Origa 這傢伙是危險人物 至少現在很多移民的事情 要到第二季才能解答 但第一季裏面 我只可以說 江田鋒你真的寫了一個很好的腳本 而這個很好的腳本 成就於是因為沒有愛情故事 一有愛情故事 我就出事了 一有愛情故事 就出事了 告訴你 所以我覺得 他寫了三日月 這個角色 我覺得真的做得好 他可以放棄他一切的事情 那些角色怎麼投愛情呢 他也不懂的 我覺得是夠殘酷 這個故事 世界夠殘酷 令到這些角色的發展 是隨著世界 和自己個人的理念 而去行動 這個東西 是這一套作品 我覺得是寫得最好的地方 即使敵役裏面 等等等等的人的死亡 你都會記得很清楚 他們都是為他們的理念而死的 當然 她妹妹那件事是她的不幸 我知道 她是死得最不值 在這季裏面 我真的承認 是Koyga 她的死是最不值的一個 未展示到她的理念 你知道她是一個很好的人 她的死是來自於 成就於 死人的面具 究竟有多姦 除了那些 你妹妹今天照顧 嘩 那天簡直是崩潰 我覺得那句話 其實是 叫做什麼 作為你的好朋友 真是當你是好朋友 放心 你的家人會有自己 但這傢伙 他做的一切是否太過奸詐 令到你覺得這句話 你是會軟歪了 現在是全線的人都會覺得 嘩 最後還要明白 就是在第一季尾 還要抱著她妹妹 說你哥哥死了 然後抱著那個人 你差上就是她還未出著夜神月 那個計劃通的樣子 這套作品我覺得 我真是推介 如果大家想看回高達的感覺 我覺得她比DoubleO也好 這套真的能給你那個感覺 這集我們去到這裏 好啊 希望她能夠成為一套 複款的作品 因為近年的高達的作品 都的確令人幾 他好像DoubleO在中間 大家一季過一劇 就行了 我們就是想看一套 殘服的高達作品 對了 死人嵌漏都在所不惜的 老實說 人家不要說我壞 死了都可以的 只要死得其所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